红姓男子和杨姓男子等多位友人 今天凌晨在台南市东区 重山路烧烤店内饮酒 做乐 场面热落 红等人越喝情绪越嗨 音量也越来越大 味料 红杨因气故发生口角 进而衍生肢体推起冲突 同左友人出面劝架且报警出力 警方不敢大意大阵仗赶往现场 将两人带回派出所内 分别提供白开水冷却其高涨情绪 不久心情平复 清醒又重修就好 附近住户不堪其扰 在PTT上PO图文 撑着煎烧烤店 平常营业到很晚 声音十分吵杂 又常常发生打架闹事 让附近居民头痛 多次减止又没有用 请问有什么方式可以根绝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争相献祭 今天凌晨又遇到两派人马 口角姿势 希望当局相关单位正视 得高派出所 张李正为说 凌晨一时二十分 红阳及有人一同在烧烤店饮酒 作乐 期间情绪高涨 双方因故发生口角 进而肢体推起冲突 同左友人进行劝阻 并通报警方协助处理 警方拒报赶往现场 已无冲突状况 然而警方未确保相互安全 即使双方情绪冷静 分别带凡所缓解双方情绪 警方表示 两遭当事人在派出所内 言和互不追究后自行离去 市井一分局 提拒报后 该往现场输出缓解双方高涨情绪 记者绍兴杰翻社 分享 民众今天在PTT上PO文 希望当局相关单位正式该烧烤店影响社区 按您图取自PTT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